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走吧去旅行 我们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到五点 在空中与大家共同感受这个世界的精彩和美好 今天来到的是旅人故事书的单元 空中很高兴邀请到这一位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从13岁就开始当电台主持人 然后她的节目创下了香港收听率的新高 这记录也是下下角的 之后这位才华洋溢的女孩 她热爱旅行 热爱艺术 还有去接触电影 然后写了很棒的剧本 也入围了金马奖 也倒了电影 那当然她生命当中不能忘记的 就是旅行这件事情 所以婴儿也写出了许多很棒的著作 不只把旅行 也把她的家人 她亲爱的跟外婆的故事 也出书了和大家一起分享 在香港也得到了许多的大奖 今天很高兴她来到空中 与大家一起分享她这本书 旅行之必要二 峰回路转 掌声有请卓韵芝 哈喽 大家好 你们好 很高兴今天芝芝来到空中 和我们一起分享这本书 旅行之必要二 峰回路转 因为我打开之后才发觉 其实芝芝跟在台湾还蛮多朋友的耶 尤其在宜兰 开始的时候我跟很多香港的朋友一样 就是觉得台湾就是台北 台北就是台湾的全部 我们可能去台湾很多趟 但是还是每一趟都是留在台北 但是因为我希望远逐台北的关系呢 因为看了看见台湾的电影 所以呢我就想到可能要离开台北 去不同的地方 然后有朋友就介绍宜兰的朋友给我认识 然后我认识了一群 他们以后呢 每一年也到宜兰 我觉得宜兰就是因为人嘛 所以这个缘分其实很深 所以你是因为齐柏林导演的 看见台湾的关系 所以开始呢对这片土地产生了兴趣 然后你又说到你很喜欢远逐 其实书里面一直提到说你很喜欢远逐 这比较像是这个撞游 然后跟这个践行 就是你很喜欢到这些山上啊 然后或者是一些这个路径当中 去有点探险 然后用双脚去感受这块大地 这本书其实一直远逐这两个字一直在出现 你很爱远逐 我觉得用自己的山腿走出来的路 或者是用自己的努力去得到的风景 特别的美 所以其实一方面说你也是一个很有耐心跟毅力的人 对不对 你很能够坚持 我也不太 我没有想太多 我只是想啊 可能那个地方很美 我要走哪条路 然后走的时候 尝试不要问太多 如果问太多的时候 可能就走到一半就想回去了 我懂因为里面有一篇也是说到 你中间真的有这个 觉得讲说天哪我走不下去了 谢谢你读了我的说 有有有非常好看 然后很顺畅可以就是一直读下去 然后觉得很过瘾你分享 你说你在那一条路程当中走走走 然后真的是受不了 所以忍不住问导游讲说 我还有多久可以到终点 就发觉他跟你说的数字有落差 那一刻快要精神崩溃了是不是 对因为每一分钟我在看标 天哪 两分钟了 三分钟了 那种感觉 其实就是我觉得要让自己的心静下来 安静下来 然后水头一起走 不要问太多 不要想太多 这样就好 可是那个时候是发生了什么 让你会觉得一步一步都这么的痛苦 这么的没有办法再继续了 因为当时我们在加拿大 加拿大的西南部 一条海洋步道 步道里面 那里有一段呢 就是我们要走在石头 石碳上 然后那些很多很多不同大小的石头 但是那石头全都在绕 还有就是海滩下面有很多海草 海草 海草像很多的苍蝇 你带你的脚带在上面的话 那苍蝇就破你的脸过来 还有很臭很臭的味道 对啊 所以你是在这一个环境上 就是在走一些窑的石头 然后我在想 我走不下去了 因为那个路方 是我从来没有面对过的 还有就是非常烈的太阳 那一趟我其实让我觉得 真是学了很多东西 就是有一些路方你没有经历过 但是不要因为你没有经历过 不要认为他陌生 就觉得我要停下来 是 所以呢其实很多 有时候你会比自己想象的更坚强 会比自己想象的原来可以做到 也是到情况出现了 我们就面对吧 有一天我们几乎遇上熊 就是黑熊的熊 因为海洋岛上有很多熊的 我们听到有两个男生 他们在大吵大样 我们开始的时候以为 他们是不是吵架呢 后来他们 我们见到他们的时候 他们说 啊有熊啊 你们要走 有熊赶快走 熊对 但是当时我在吃 鸡喜起司 哦在吃起司 哦这是 我们口都是起司 或者说哎呀 如果能熊来的话 应该是 应该是会先坡 因为他想要跟你抢食物 你的那个cheese 看起来太好吃了 那种感觉蛮危险的 因为在那个岛上呢 如果你让熊遇到 结束到人的食物的话 你一定要通步的 然后海洋管理员会来到 然后将那头熊杀掉 对 因为那头熊 如果他接触到人的食物 他会想到 啊人跟食物 他会将人跟食物关联一起 然后他 他可能在下一期 看见人 或者银匠 银匠的话 他们可能会夹击 天啊 对啊 所以是非常 又非常非常的小心啊 哦 所以其实有时候 我们不仅只是保护自己 你也是保护那一头熊 对啊 不然如果那头熊呢 这个哎 看到你的食物 然后去拿的时候 他下次就会觉得 其他的游客 是不是也就是跟 食物等同于 然后为了要保护人类 你就要把熊杀死了 那其实很可怜 所以你说你们在露营地 有时候为了要赶到某个地方 其实是为了要把食物 放到一个这个 关起来的 这个笼子里面去 嗯 对 其实所谓的 营地 是什么都没有的 不然它里有什么东西 只不过是 一个平地 但是那里就有这个 熊的贴伤 嗯 那么我们要每一天 赶到营地 这样我们发出 认可发出 详细的东西 包括 香水啊 食物啊 或者是牙膏啊 那些船都锁进去 是 对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 每天要赶路 就到营点 就是为了防止熊 拿掉我们的死 所以其实有时候 这个路上旅人 为了要赶路 其实不是说 要到哪一个安全的营地 那边水比较方便 不是 你只是要把食物 可以关起来 不要让熊有机会呢 去这个猎取它 然后呢 造成熊跟自己的困扰啦 对 哇 这趟旅游其实 非常的精彩哦 芝芝也带我们 去了很多地方 有宜兰 有加拿大 然后还有亚美尼亚 跟格鲁基亚 这些地方 其实很多都是你用双脚 或者是跟朋友 一起去录音 所走遍的地方 先说宜兰好了 也是你这本书的 第一个章节 所提到的部分 在宜兰你认识了 一些好朋友 然后也促成了后面 你说你几乎 每年都会来一趟宜兰 在这一趟旅行当中 你遇到哪些 觉得很难忘的事情 第一个印象 就是觉得宜兰很多甜 很多甜 那些甜给我很强烈的感觉 就是因为我来自香港 香港我们很小看见田地 其实我们差不多没有田地的 有我看到你到其他的国家 有时候你说你的水果很贵 或是没有自己的田地 其他国家都用不可思议的眼光 或是怎么会这样子的感觉 对那种感觉蛮 我们跟食物的关系蛮陌生的 因为我们其实就是到超市去买东西 然后都是进口来的 对我们不会有一段时间 看见食物生长的一个过程 在宜兰我觉得好像人们特别幸福的 那你知道凤梨长在哪里吗 凤梨 我没有看见哦 凤梨 所以那我们再考考知知看看 荔枝 荔枝 荔枝长在哪里 是树上还是土地里面 荔枝是在土地里面的 它其实好像是荔枝树哦 所以有时候觉得好像我们还蛮幸福的 不是 因为我觉得好像很多很多泥土抱着那边 我懂我懂 因为我小 我其实没有看到真实的时候 我也会觉得他们好像都是从土地里冒出来的 那红萝卜 红萝卜就是在里头里面 Bingo 所以有些其实是 真的是生长环境当中接触的不同 所以到宜兰就看到了一些这些作物们 他们就活生生的在田里面 我觉得这一种感觉就是 让我尝试这样形容 就是你看见食物 你看得见食物就是慢慢一击一击的生长 然后你看见自己这样食物放在嘴巴里面 你能够感受着整个过程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种生活的感觉 我看你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很享受 因为我觉得你 比如说你像刚刚在说农作物之余时间 慢慢生长的那种感动 我觉得书里面你有提到很多这些细微的情感 跟人之间跟土地之间跟自己之间 这些细微的东西会让我们觉得 哇在生活当中其实很多细小的氛围 但是你去感觉的时候就会觉得它有很多的不一样 会一点一滴的去发生 所以在宜兰你也看到这些农作物的生长 让你有很大的感动 当然了 还有就是因为宜兰朋友们 他们全都很喜欢大自然的活动 比如说野餐 哦对 他们也喜欢的 露营野餐 他们的野餐是特别的豪华 因为你这一趟都是跟很会做菜的人一起去玩 对不对 他们是开餐厅的 是 然后我们到露营的时候 我觉得我不是在露营了 我觉得我是在餐厅吃饭 非常厉害的他们 哇跟后来就是去一些比较辛苦的路程的饮食完全不一样了 完全不一样了 就是很享受 所以在大自然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去感受 不一定要这样苦行那样苦行争那样 这么的辛苦 这么的辛苦的 是 然后你说这一趟宜兰其实也带领你就是前往了加拿大 对对对 为什么 开始的时候我对于野营没有太大的感觉 因为我曾经在葡萄牙 葡萄牙 葡萄牙那里进行那个野营的车油 所以你是开露营车 对 但是我觉得哎呀 我没有太大的感觉 因为我们开着车子 我们到了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就过了一夜 我觉得跟住在酒店没有太大的分别 但是因为宜兰这一些朋友 他们带我去露营 我们在夜晚的里面 我们真的在看着星星去谈话 然后我觉得可能我会爱上露营的 可能我会爱上背包友的 然后我觉得不单的爱上还有他们给了我一点点的自信 就觉得可能我也能够做到 可以的 对 这就是为什么一年后我就去加拿大开始这个六天的深山的背包友了 这一趟六天真的也是一个很厉害的行程 听说这是这一天的行程是在这个背包客当中 一说出来大家就会停止动作 然后投影羡慕的眼光 因为六天的时间真的是什么都没有 我们六天没有洗澡 你要握累自己的水 所有的垃圾你要带在身上 对 因为没有垃圾桶的 我们才刚刚聊到这个问题 因为其实大家有时候你出发前往山上的时候 有些游客就会想说 我避免要乱丢垃圾 所以我觉得好像国家应该要多放一些垃圾桶在路上 但其实一放垃圾桶就有很多问题发生 例如是可能野生动物他们会对垃圾的好奇心 然后垃圾要人家处理 甚至垃圾桶会造成环境景观的破坏 其实对于一个就是爱护大自然 跟或者是尽到一个游客的责任 垃圾真的是要自己处理好 对 还有就是我觉得没有垃圾桶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提醒 提醒 对就是让你知道每一步 让你知道我要顾上我自己的责任 对 六天以后我们看着自己的垃圾 我们真的看到自己六天的生活 还有就是我们看到自己不负责任的一部分 比如说我们吃了一些东西 那个高带我们就掉了 我觉得远逐不单单是让你感受大自然的美 还有就是训练你一种的美德 或者是一种规律 规律的生活吗 就是discipline 就是你要学会守一些规矩 是 一些规矩你要去遵循 因为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人类 这个世界是大家一起的 然后在你当中你说到这个旅行要守的规矩 当中有一个你说你自己也是觉得怎么会这么惊吓的 就是厕所里面有一只老鼠这件事情 这真的看到的时候也是停止呼吸了一下下 其实我很后悔听了 因为那一天晚上我们是到了营地 然后我们的导游就是有一个远逐的导游 带着我们的导游 他问你想不想听一些东西 所以是他自己问你们要不要知道 我想我想 你真的好奇宝宝 我不知道是什么 然后他说对就是那个寒刺里面有一头老鼠还没死的 他叫汉侧 因为就是他们会自己去装一个那个厕所 然后方便旅人不用说都是在野地大小便 你有一个像厕所的空间可以去上厕所 那个叫汉侧 但汉侧里面有一只老鼠在那边 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就是还不清楚想说 厕所里面有老鼠那会怎么样吗 但那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这个心理上的 其实只不过是地面上的一个洞嘛 然后他们掉下去以后 你只知道他们是不能够离开的了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救他 下面是千古人的这些就是排泄门 对 然后你想象你要再下面 天哪你还要继续使用他 但是你想到有个生命在这里 我不能不使用他 善良如你一定很挣扎 很残忍了 还有我就想一来非常的残忍 还有就是他会不会突然就这样 混进全身的心里跳上来了 真的要我很好会听了 克服很多 那你有因为这样想说那我直接去外面 然后找个草地解决吗 不能够的 不能够这样子 对啊 因为虽然是人的排泄 但是其实这个空间也有很多不同的背包壳嘛 你不能够找一个地方就去洗手 是 所以一定要进那个汉厕 大家一定都要到汉厕里面去解决这件事情 所以有时候真的不知道就算了 对啊 我很好会知道了 我一直去洗手证会去去幻想 我听了那个水的心 我去幻想 哎呀 当然痛苦 挣扎好多 这六天其实你心里的路程转变很大 对不对 从一刚开始你们到那边 因为加拿大这条路不好走 然后一到那里天气也不好 但你们还是上路了 开始的时候我因为有很多的好奇心 所以觉得所有事情都很新鲜 对但是在中断以后 我觉得所有东西都已经熟悉了 其实要熟悉是很短的时间你已经熟悉了 就是周围的风景吗 还是什么样子的熟悉 风景还有就是你生活的一些很小很小的东西 你是知道两个小时你要放下背包 你去休息 你已经很习惯去洗淫啊 那一种生活 但是在中断因为熟悉了 那一开头的新鲜感没有 以后就觉得哎呀我很累 是那时候是才觉得开始觉得累 在加拿大这个这一趟六天 连续六天的就是徒步旅行的 然后自己扎营的过程 是你那时候连续最长的远足吗 对到现在还是 所以当中讲到第三天的时候 到那些石头路 你就是真的觉得心力焦脆了 对晚上我想到要放戏了 第三天晚上 就是我在下午遇到那个石头 那个晚上我想到放戏了 因为当好奇心离开以后 你觉得面对 为什么我要在这里 这个很珍惜的问题 是 对还有就是因为我知道 后来后段的路更难走 他们在地图里面 或者是当下写那些指南 是 里面说的是非常困难 对我就想可能我走不动了 就是觉得自己的意志力 没有办法再撑下去 那到底是什么 让这些继续走下去呢 先休息一下 旅行之必要二峰回路转 我们请卓运之继续与我们分享 欢迎再度回到总巴之旅行 我是恒均 空中呢 与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这本书 旅行之必要二峰回路转 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作者卓运之来到空中 与大家亲自分享 这本书其实除了在他旅游当中的故事 然后当中的心情 其实也穿插了很多 自知呢 他自己在生活 爱情 家庭 成长岁月当中的心情也穿插在里面 到底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我第二本 关于旅行的书呢 然后我在想 有没有可能用不同的手法去写 是 去写 然后我就想到 其实什么是旅行呢 就是 开始的 喜点跟终点 就是同一个地方 就是家嘛 因为如果不是家 周围 喜点跟终点的话 那就不是旅行了 那可能是遗文 对 你就是可能一直去 那个移民啊 然后到处去走 不停不停地走 那个就不是旅行了 所以就想 可能就是 家这个地方 定性的旅行 是 所以我想到 我在旅途上的 看见的东西 跟我的过去 或者是一些童年的记忆 就在 用一个平行的方法去写 也可以说是一种 说故事的手法吧 就是好像以家为坐标 以旅行为坐标 然后去连接到许多相关联性的东西 然后共同发生出了 这一本很好看的峰回路站 谢谢 那刚刚呢我们有说到 他在这个加拿大六天旅行当中 第三天真的是 面临意志力崩溃 然后已经觉得够痛苦 够难走 够不舒服的这一条路 但是旅游指南告诉他说 接下来的路会更辛苦 是什么让你克服了这些心理上的障碍 然后继续走下去的 我发现原来要克服一种困难呢 只不过就是念一动 就是改变你的念头 就这样子不再害怕了 为什么因为那天晚上我就真的很想跟我的道友说 我想回去了 要放弃了要回去了 因为我们其实是没有路可以走的 就算要回去我们只能走回头 原来的路 也还是六天 你没办法 我们用了三天到了一个终点 如果我们走的话 我们走回头也要三天 总共也是六天 不会有车子在终点接你回去的 完全没有戒指的 那我在想 可能我要走下去的话 要面对的困难更大 因为那个海洋报道呢 有很多部分有海潮 海潮可能高到你的腰间 所以你要就在水里面走 我在想 我真的要面对这些城峰吗 单单一些石头已经让我那么累了 我能够在水里面走吗 是水里面海潮 然后甚至泥岭 泥岭你说会高到大腿膝盖什么 好高的这些泥土地 还有非常非常的冷 所以我就很想放弃 然后那个晚上我们在生银火 然后我知道 只要我说一句话 道友就说 我们回去 你可以随时放弃的 因为我们聘用这个道友 他觉得没所谓 你决定的 是哦 我觉得就是这一 因为太容易了 太容易去放弃了 然后我在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突然在唱歌 可能因为我看见那个 《银火》吧 那我再唱一首香港的老歌 我也是不知道 为什么突然开始唱歌 然后我唱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香港了 因为是香港的老歌 对 我想起香港这几年的变化 其实有很多人在努力 有很多人在 喊会自己相信的事 我在想 我是不是要这么容易放弃呢 如果我这样要放弃的话 我回到香港 我还能面对香港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真的想到 就在天涯海叫 我突然想到家了 所以其实你会觉得放弃 不是卓韵之一个人的问题 放弃是好像一个香港人放弃了 你说的很好 就是像你这个问题发的很大 对 是国家民族的光荣 还会很大 我要为了香港走下去 那就是那种感觉 其实只不过是个念头嘛 但是我的心情就改变了 对 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做到的 可以的 所以就就 而且有时候其实 当你就是挣扎了很久 然后想说我要放弃 我要放弃 鼓起勇气跟别人说 哎 我想要放弃了 如果对方很 很轻松的跟你讲说 好啊 那我们就走 你反而突然就觉得 天哪 你不挽留我一下吗 你不鼓励我一下吗 我觉得他们是 道友是不会流腻的 不会 不勉强的 对 他也可能要想 尽快回家 对 他还可以休息一下 反正他几天后 还要再走一次这条路 但是那个道友 后来也到香港了 Jes到你家做客了 对 就是下个月 他一年 因为在我离开加拿大那一年里面 我们还在有一个疫苗的联络 然后他说 我也想来香港 然后我说 你住在我家就好了 然后他就来 第一次来亚洲 就来香港跟韩国 所以就是也一直旅行当中 也让你交到了很多朋友 我觉得很好玩是 你当你这六天 几乎就 因为你到后面 你说你的手机 你的相机 完全都没有电了 第四天 什么都没有了 然后大家常常 网路上都会说 有图有真相 要拍照 要记录什么 但其实后来 才发觉 真的会留下来的是记忆 你不去去在乎说 我要跟别人 证明说 我一定要走过哪边 我要拍下来给你看 因为我没有电可以证明 但是我有这个记忆在 我觉得这个心情也很棒 因为这一种 在新山里面的旅行方式 其实就是 最好的就是 让你完全忘记 诚实 诚实那一种生活的方式 我们在山里面 开始不再用诚实的思维 去思考 我们开始真正真正正的 在大自然里 大自然里面 去过生活 到后来我发现 我忘记要拿相机的冲动 就是因为你看见 美丽的东西 第一个想法就是 我要拍下来 对 会这样子 后来真的会训练到我 我觉得 为什么我没有想起 去拿相机 所以你到后面已经不会反映说 我要拿相机拿手机拍下来 已经完全不会了 六天后回来 喜剧也没有 是 回到市区也没有 当然了 喜剧就是很快就改变你 可能两天以后 我再想 我要用手机了 要记得怎么样 你回来的时候 那个心境也是挺妙的 对不对 从终于从这个丛林啊 深山里面 回到市区 回到人的地方 对 因为完成以后 我们发现自己不想说话 我们看见窗外 因为有车折送我们的 后来就是我们到终点的时候 他们有车叫我们 然后驾两个小时回到 Downtown 到市区里面 然后那两个小时 我们看着树林 还有海洋 但是后来我们看见城市了 我们看见敲死 咖啡厅 那种感觉就是 我不想往窗外去看了 觉得好像不太习惯了 可能是舍不得吗 舍不得 那一片荒野已经离开了 还有就是非常讽刺的就是 我们回到市区的时候 我们本来订的酒店搞错了 然后我们要找另一家酒店 那酒店只有最大的房间 所以你马上从这个营地 然后改住到五星级饭店去 对很疯刺 我走到阳台外面 去看他们有海景了 但是我每天也看着海 你每天还在海里面走来走去呢 对觉得蛮讽刺的 然后我们用了很多时间才 因为我跟一位朋友去嘛 那我们用了很多时间才习惯 习惯就是这是城市 我们要用城市的思维 对甚至这个塑胶袋 它好像还是每个都很珍惜 对不对 不只胶袋 还有就是包装 包装的胶纸 包装的胶纸 我就想 怎么用呢 因为在营地里面 每个物资都很珍贵 还有橡皮圈 橡皮圈 全都留着 哇 多久之后才就是慢慢改成城市步调 其实我们还是有这种习惯的 爱惜所有物资 对我们还是会在想 可能还有用 对 所以我的外婆常常说 我跟她很相似的地方就是这个 她说你为什么常常都像老人一样 就是留下的垃圾呢 你被一个老人家说像老人啊 好可爱喔 因为她也很喜欢留着垃圾嘛 所以我们从来也不会骂对方 留垃圾的习惯 没那种欣欣相惜 就是你留下来 我懂 比如说洗饼盒子 或者是什么袋子 应该有一天会用到 对不对 是英雄中英雄吗 还想说留得好 很good 太可爱了 好 那你结束了加拿大之后 接下来呢前往的是雅美尼亚 雅美尼亚大家听起来都会觉得 比较陌生的一个国度 但是打开后才发觉 它跟我们印象中完全不一样 本来以为它会不会是有这个 战争的问题啊 然后会不会当中会很复杂 但让我们书里面看到 是觉得也好纯真 然后好舒服的一个国家 因为这个国家呢 如果你打开地图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它们下方就是 加尔基亚 然后已经是伊朗 伊拉克 尼巴南 还有就是 俱利亚 俱利亚 就战争在战争的国度 是 就会觉得它离战争很靠近 但是其实这个国家 会是什么样子呢 休息一下 我们再请卓韵芝 来到空中与大家继续分享这一本 旅行之必要2 峰回路转 欢迎再度回到走吧去旅行 我是恒均 空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 旅行之必要2 峰回路转 很高兴邀请到我们 真的是全方位才女哦 又会导电影又会写剧本 然后又好会写文字 很会营造氛围的 卓韵芝来到空中和大家一起分享 刚刚我们说到你这个去了宜兰 然后因为宜兰到了加拿大 接下来下一个地方呢 这本书和大家分享的是 雅美尼亚 这是跟我们想象中 完全不太一样的国度 这个国家很小 人口小 还有就是在国籍上的地位也很低 因为他们还是在俄罗斯 俄罗斯 你可以说就是保护之下 我记得有一天我们在 雅美尼亚的山上 我们看见飞机不停在天空中飞 然后当地人跟我说 因为前面有山火了 对 但是呢我的导游跟我说 他也是当地人 他说那些飞机全都是俄罗斯派来的 因为我们没有 那些飞机呢其实是来救火的 意思就是他们当然不想坐在俄罗斯的保护之下 你明白保护的意思就是控制 对 但是他们自己也没有飞机去救火 去解决这件事情 对 那我感觉特性的 对 这个国家很小 但是 还有就是地位也很低 但是 这国家其实是非常平安 然后就是全世界上 因为历史上第一个基督教的国家 因为当初传言那个不是传言 就是圣经上有写到方舟 对 诺亚的方舟 他就是停在亚美尼亚的山上 是这边吗 对 如果读信经的话 比如说洪水退后 是 罗亚方舟停在亚西列山 亚西列山从前就是亚美尼亚 他的国土之一 不过呢 现在亚西列山已经不再属于他们了 因为在 因为历史上 历史上 这个国家其实 被不同的力量去分割 因为他左右两边的有时候力量都很强大 然后我要一点我要一点 这个国土就越来越小了 对啊 他们就是西方罢面的 被怀着 是 所以就是 现在就变到这个国土那么小 其实换句话说 为什么小 是因为他们输了 所以他其实 可以这样理解 越来越小 然后你去亚美尼亚 其实是为了下一趟的远族做准备 对不对 即将前往他这个南方的格鲁尼亚区 嗯 格鲁尼亚那时候 也是对你来说有很大的考验在 我觉得这 真是太有趣 因为我们说了很多旅行的 开心的事情嘛 但是最后我到格鲁吉亚的时候 就遇上非常非常差的导游 这导游什么都不知道啊 对啊 他有去认他认可东西 他会说不知道 不知道 什么都是不知道 对啊 还有就是他会 突然之间不见了 我们在路上等他 后来发现他去拍照了 拍照了 拍照了 我们是游客 还是他是游客 对 然后好像你知道他帮你拍照 他就拍他自己喜欢的东西 还不帮你拍呢 他不是拍自己喜欢的东西 他是拍自己 他自拍啊 对 他自拍啊 他可能觉得你想要把它留作纪念 自拍也真的是太调劲了 他应该是怎么想 他应该觉得啊 这很好笑 太好笑了 但是最后面也都快要皱眉头了 还有这个跟队友相处的时候 也有一些冲突在 对 因为啊 开始的时候我是跟一位朋友 跟他的两位朋友一起去 但是他的两位朋友是从来没见过的 但是在这个旅行开始之前的一天 就是我的朋友要到机场之前 他的家出戏了 出了事情 有些事情不能去了 对 然后我就跟他的两个朋友 就是两个陌生人一起去 我们的步伐完全不同的 我们喜欢的东西也不同 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在开段的时候 有一些摩擦 摩擦在 还有就是到中段也是最 旅行以内最辛苦的一段路 就是我们要攻顶了 我们要翻山越岭去走 还有之前的一晚我们要野营 在寒冷的高地去野营 然后翻山越岭 就是那个早上 我们要翻山之前的那个早上 我们吵了大架 都要分开旅行了 对 我真的用了一个上午去想 我要离开 我不能够跟这些人一起 因为大家也不开心 还有六天的路要走 但是我不知道 为什么我走走走走走走 走到山顶的时候 迎面而来的是云 因为我们已经跟云 同意高度了 然后云破过来的时候 我在想 为什么我要走山 走山是为了挑战自己 好 现在要套战的不是山 而是他们 真的 我要跟他们成为朋友 太好了 真的会这样想 太好了 所以有时候其实真的 他可能这 这一趟旅行的功课 你要挑战的事情 不是这个路途 而是你周围的人 你的队友 你的领队 这才是你这一趟路 要去学习的东西 我觉得你的观念好棒 就是有时候真的 其实不用执着事情的本身 你可能要去克服的是他旁边要教你去学会的事情 这一本书 其实我觉得就是在看的过程当中非常的享受 然后最后面我想要以 芝芝她这一边 怎么那么可爱 她说她 芝芝要结婚了 我觉得非常的感动也很开心 毕竟就是这本书看过觉得她真的遭遇过好多奇奇的夫妇 她里面她说她的未婚夫有念一篇她叫 詐萌旅游记给她 我想要以这一篇这个小小的话来做今天的结束 她说詐萌累了她藏在柔软的地方 她知道到了明天早晨路还会在那里 但她不断的走下去 她要到哪里就可以到哪里 所以听众朋友就算你可能只是想说 我想要出发去旅行那也没关系 因为当你想要去旅行的时候 其实你就已经在路上了 然后未来呢 我要去秀产假了 所以这个节目会由佳安接手下去 谢谢芝芝 很高兴最后一集跟芝芝一起在空中聊天 那也祝你新书大卖 旅行之必要二 峰回路转 请大家一定要看 谢谢芝芝 谢谢大家 谢谢你